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今天的節目就首先講一下兩個騎士的跑法 1月1日 波見市未來上升 何摘耀夢想成今 繼而回顧1月1日 NETCHAN馬膽與高出賽馬的表現 繼而講一下未來的高出賽馬 再講一下備忘馬 這次記得了 上次忘記了說備忘馬 先回顧一下美麗掌聲 大家都有很大迴響 其實在網上世界的波見市的跑法 大家欣賞一下 首先我要說 很多人都說 你為何不貼著藍 頂著團結精神 其實我覺得 問題不是很大 當然 不是最理想的 如果貼到藍 再推兩步 貼到藍 可能會OK 自己很順地走出二碟 我覺得問題不是很大 不過這次貼馬最重要是順 他個人沒有什麼 貼馬就OK 最重要是順 隔著兩步 可能最後沒有買 不過直路 大家都看到眼睛睛 我們轉一轉 角度前領馬匹 大家一起數一下 這個回望次數 剛才已經是第一下 正在轉 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第六下 第七下 第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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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八至十下 回望了 我們就看得比較清楚 前領馬匹 近而輕 但是 直到頭 我們先看看 他究竟看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 再仔細一點去分 看的角度 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準備 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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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不太清楚 一看 其實一看 你看到眼睛 看下來 好像是真的看腳 他不是先看後面 這一下 第二下 這一下 也很像看腳 但是 簡單來說 再看一次 也是看腳 應該先看一下 再看一下 這下 就懷疑 現在不是看腳 但是至少 你當他先看腳 不用看那麼多 如果騎士感受到馬的動作是有疑慮的話 看一下 看兩下 發覺都沒有什麼 那就真的沒事了 你不會再看幾下 又有東西變沒有東西 或者再看幾下 本來有些事 突然間鬆開了 你的眼神 令到腳沒有事 因為有東西 還是沒有東西 但是看了兩三 我當它不是看後面 看了兩三 我覺得多了一點 繼續 所以 這裡開始看 就真的看後面 這裡真的看後面 跟之前看的有些不同 這個不是看腳的 它不是斜下看的 剛剛那幾下明顯是斜下的 現在看左邊 聽到一些聲音 聽到一些聲音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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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又是扭得很厲害 真的 就是扭到 喂大哥 好像問 喂 上來沒有 莫雷拉 大哥 加了雷電 葦小寶又去了哪裡 看了很久 你不要說是否好 你根本上是給人有這個感覺 即是真與假都好 你給人有這個感覺 那就是很不討好 但是 最後一兩下 都當是喜佳龍叫他 他就看了 最後一兩下 因為喜佳龍 是扭到馬屁股 即是和鑼鑼在裡面 夾住 最後一兩下 就當喜佳龍叫他 這兩下就當喜佳龍叫他 這兩下 但是 有幾下 真的看得 很在意 看後面 看 看 還沒看 這下 嘩 可能感覺到 大哥 莫雷拉在上來 這下感覺到 他就定一定 不知道 不過 我的觀點就是 但是 頭兩三下 我覺得都幾明顯看腳 他是斜下看的 但是 都有一句 有事是有事 拉停 沒有事就 麻煩繼續騎 其實多看幾下 對事情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我相信 我相信 我有些疑問 往後那幾下 無論他真的 在等待莫雷拉 田太安上來 還是不是 也好 大眾都這樣想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 這件事是 有時候幫見市 為人救病的 這件事 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幫見市有些極具爭議性的跑法 最絕惡就是 賽後報告 是沒有問的 這場未來上升 都是沒有問 幫見市 你看什麼 沒有的 這是最頂癮的 每次幫見市 有些具爭議性的跑法 競賽小組 是一舉都無問的 我覺得是 有些問題 我去第二隻 講夢想成金 我講了很多次 夢想成金 說何摘堯 跑法是比較單一的 我這隻馬 我愛之心的行使 我很喜歡這隻 但是 他季初贏那場 季初贏那場 季初贏那場 我都是 不適合心碎 要盯著盯著 盯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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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 我們看看這場已經易出了 他頂的美麗不知什麼 人家一馬就沒有 那你就一頂一啞 很容易啞開 你啞著這隻是什麼 應該是美麗有型 啞著美麗有型 287倍 一啞就過 下面那一場 這場就不太用力 進到直路才慢慢易出 沒記錯吧 這場是千四 進到直路才易出 但還是囤結精神 也要囤結精神 夢想成金有 團結精神 沒有一條爛就是蟲 有條爛就是龍 這樣就有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金春六十有時都是 這些大超班馬 就轉彎抖出來 抖那些馬出去 那你去到這場 首先大家我想都想不到 這麼好形勢 夢想成金有鐵盃 那他一貼到爛 我都心裡 因為我這場沒有買 我也是負選的 我臨場分析 叫一位朋友 以小博大的投注策 是四五百 四連環做膽拖 三七的 四五八做膽拖 三七的 那我其實不太看好 這場 夢想成金 但是自己都暗X一星 竟然可以到藍 但是這次也不同 這次是從初故技 可惜最外面那一隻 不是有型 這隻黃金甲 雖然是泥地馬 但是有噸位 有能力的馬 不是這樣被說 牙牙開 你牙不開 牙不開 基本上就阻了三隻 達心星都輕微有少少影響 大家看看 黃金甲的撞 全部失散平衡 這裡也撞了下達心星 四隻馬都失散平衡 因為何摘耀停三天 其實算是挺划算的 一隻撞四隻 停三天 沒辦法 這隻馬就不會跑經地下理賽 我覺得這隻馬還要證明 就算是蘇芬娥1,200 還要證明 其實這隻馬 我也說過 這隻馬 之前贏的兩場 都是順風順水 一檔 貼藍 這樣贏 順風順水 他在102分 在1,000 1,200 其實還未有太多證明 老實說 大家吹噓到無論 都沒有需要 還未有太多證明 等他證明多一點 才再吹噓這隻馬 但我也是那句 我喜歡這隻馬 走 例如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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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他自己走 我覺得 真的可以看到這隻馬 實力 我覺得 至少上兩場 沒有這個跑法 給我看 對上兩場 不是說以前才死 大家再看看 這隻夢想成今 我先說一下 阿尼崔馬達 包裝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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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說一下嚴正聲明 大家看到 我這個表 不是第一天 灌雅季電 灌雅季電 不是第一天 上季也是這樣做 今季也是這樣做 但是 近來 有很多朋友看 中開的時候 沒有東西 不中 可以直播 那些人就會衝出來 說 跑第四 也當是中牙 那你全都中了 之如此類的說話 我覺得 沒什麼意思 首先 我沒有說我中 我只是 這個 貼圖 貼圖 貼的意思就是 前四名 是呼應 我這個表 灌雅季電 綠色 有灌雅季電 就是綠色的 我沒有大大隻字 雞腩大隻字 說中 這個字 我不是的 我是一個貼圖 就是代表 他是前四名 那些人 機不可失 就馬上衝進來 我覺得 就要澄清一下 不是說他們什麼 只不過 我不想有些人 誤解我 是否都說自己中 絕對不是 剔的意思 是前四名 這件事 我需要 說得 清楚一點 不是 日後 有些馬 跑第四 又剔一些人 又飛出來 簡單來說 是我 在記錄自己 馬上的成績 一個慣常的 記錄 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情 大家不需要太慌張 不需要太興奮 跑第四 你就說我自己說中 我沒有說我自己中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先去第七場 講述包裝泰寶 這場馬就精彩了 我一拖五七十三 結果包裝泰寶 跑第四 先講述包裝泰寶 十四檔都不開了位 這隻馬 其實我自己縮住的位置 首先 我自己的力量 也想買一些 多少少的位置 讓大家知道 我真的有賣 我貼出來 就算林祥 跟我林祥分析 我第一場跑完之後 我就說 彎前貼爛大利 已經說了 包裝泰寶 十四檔都不開了位 但是 我始終覺得這隻馬 是有進步 一三三檔 我不怕 十四檔 虧了 拉出去衝 我覺得有位置 其實潘頓頭 還沒轉彎之前 整個處理 我都覺得很可以 看得很滿意 二答有遮擋 我覺得這些位置 一定有位置 但是他就轉彎出去 那裡就 沒有立心拉出去衝 其實可以立心撞出去衝 不要說撞 拉出去衝 拉出去衝 撞一點 拉出去的銀池 其實有幾個 剛剛已經有 這裡 其實只要 捉多一點 拉出去的銀池 外面衝 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著意 省了一點 省了一點 可能其實是想搏 賓 不知道是否潘頓 想搏 賓 省了一點 省了一點 我拉出去 這樣想搏 賓 但是拉出去 很久都沒有看空 搞了多久 前面的馬 走光了 現在真的250米 才有得看空 這樣衝下去 還有這場的步速 都偏慢 追不到 如果你說事後看 潘頓可能只是想搏 因為問題就是這隻馬 80分 應該是79分 79分 他入位置 跑第二、第三 隨時加了兩分 下場他不能跑 可能他又想 保住這隻馬 垂拳 免得被這麼多人佔手 不如一波就搏 不是跑第二、第三 加了兩分 81分 這樣就不能跑 這樣就不太過癮 可能是這樣 劃他是這樣 這些不太過癮 但是 法律四 絕對 不失禮 第二 想說一下 雖然我買了大駐位置 輸了 但是我用了一招 大家也知道 我有看其他YouTuber 其中一個 有空也有看 梁定環先生 前年華先生 他之前很久 其實一開始拍片 趕了一招 叫鄧右 那我就買了指令第四 四重彩 包裝太寶 萬一包裝太寶 入不到三格 不是入不到三格 第四 買了指令第四 四重彩 看看 我這個應該看到 這個應該看到 這個應該看到 看看 先看看 支令第四重彩 按到 按到 先 是這個 不是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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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令第四重彩 位置 輸了 但是四重彩 我是那三個 拖多一隻巡航同彈 但我沒有放第一 我贏不了 就是我那五七十三 跟著 指令第一 指令第二 那四隻 指令第三個四隻 就是包裝太寶 指令第四 我隨便買了十元 你說我隨便買多些 買二十元 就收兩萬 還開心 不過這些就可惜了 所以大家朋友 如果這四隻 買十元四年華 都收二百九十三 買一元四重彩 福息都收一千零四十四 一二十四元 買一千零四十四 所以大家 還要不中自己判斷 我說四隻 四隻 就是跑前四名 第十一場 幸運快車之間 跑到第三 我覺得都是 就是 看完現場田泰安 首先 跑完第一件事 我覺得 你是不是幫電路三號 做遮擋 全程三跌亡空的電路三號 可以跟著你的後面 第二 就是回憶 這隻 根本就是 上年幸福笑容的 跑法 又是沒有跑法 全程三跌 隨便跑 隨便跑 跑回 已經是 如果買了一些遮擋 應該不會沒有 應該就 我免得播 大家都知道 在這裏 全程三跌 全程三四跌 幫電路三號做遮擋 這些是 不知道什麼跑法 所以自己有點不滿 所以 幸運快車 都是其中我一隻的備忘馬 首先先說 幸運快車是我的備忘馬 全程三跌亡空 是 很虧張的 他都捱到第三 雖然是賺了少少萬步速 不斷二二三九 但是 都是可以拍好一些 當然 下場去跑經典一理賽 但是 勁勃是下個禮拜 又報了一場千四才去跑經典一理賽 很厲害 熱過一場新鮮勁勃 大家知道我勁勃是愛區 他千四熱熱新鮮 可能更好一些 到時 幸運快車 看看是否穿馬房 位置Q 當然有很多對手 我先不要說勁勃 勁勃是簡硬的 閃耀飛輪 包中泳城 起風堡等等 再看 但幸運快車 我覺得在這個分 已經證明過有能力 也不可以抹殺 大家幫我再看 看排位 再看配搭 大家再決定 未講第二隻備忘馬 之前就講一下 上次高出場合馬比較差 第一次比較差 三隻落地大 其實佳雲來 都 劍飛天 都追得近 反而劍飛天追得近鏡 佳雲來追得近鏡 其實不出奇 劍飛天也追得近 1月6日 星期三 一隻高出場合馬 第七場 第號大仙 大家可以參加一下 到最後一隻備忘馬 說了一隻幸運快車 第二隻 備忘馬 就是 第五場真勝者 剛才說了 彎前貼籃譜 真勝者 彎前第二打 然後轉彎20位 飛了出去 上場我不看 前一場勝賢 勝賢 拍手仗 上次穩偉捐出來贏 又好像不太厲害 這場 彎前撤位 然後轉彎都洩腳程 飛上來緊緊輸 當然厲害 這件事 第二件事厲害 就是飛數厲害 如果要上場的姿勢 我不覺得值得兩倍 但是幕後都是狠狠的 買下去 就證明幕後又看到這隻馬 這隻馬 還在進步 那你說 官符這三場 前那一場 但是前那一場贏 勝賢 上那一場 裡面捐贏 算是僅僅贏 剛剛這場 飛出去大外檔衝 又衝到 我覺得這隻馬 可能中外檔衝 較好些 這些要大家記錄 但是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這隻馬 是要飛出去衝 不用想那麼多 飛出去衝 這隻馬 反而跑得不太開心 這隻馬 可能是有這樣的特性 要留意一點 但是這隻馬 都是我備忘買的 如果下場升班 跑回田草千四 排中外檔 那我放心 我放心買的 但是唯一擔心 這隻馬 轉彎的時候已經打在那邊 不知道會不會耗力過多 1.33磅至終 衝了一段這麼厲害 騰飛踏上場 1.33磅追 神進馬車 追不到 升班 一滴都沒有 當然這隻馬 可能本身有些問題 但是怕著是耗力過多 1.33磅這樣追了一段 怕著耗力過多 這是唯一少少瑕疵 但是下場才算 這些少少瑕疵的事情 那備忘買講完 那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分析 還有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給個讚 還有分享 影片給你的朋友 看看去宣傳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簡單 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粉絲支持一下我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都會說 二二比馬 月的集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和騎年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Net-Channel談賽馬 請按下傳訊息 或者來自訂Post 留言 可以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讓你們去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叫Net-Channel談賽馬 請按Subscribe 或者是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的新片 都有一個通知 或者有一個通知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訂閱